大家好 很開心今天有這機會跟大家來聊聊抗議的狀況 那今天下午也蠻多的 不管是用城市的角度或是使用者的角度 來分享他對我們評議這邊的看法 那我們覺得今天收穫蠻多的 然後今天也很特別感謝村長今天有給我們一些 城市上的一些建議與分享 那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坑能夠長期的延續下去 那這是我們的廣業 有對PTT的未來狀況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繼續教我們看 然後一起來讓PTT的討論環境變更好 謝謝大家 那我們再來 不好意思還沒結束 好難 那我們在今天的這段中 其實有許多的朋友 許多想要給的建議 包含說 在哪些形式可以做調整 那目前在大方向部分的想看就在說 今天要直接從BBS的產生 網頁的架構化其實相當混 那如果再不改變BBS的結構之下 那這時候 這時候 這時候透過前端或是 等等方式來做更多的呈現的話 就是 目前在今天一步是交到現在的大方向 那目前的話就是 我們所看到的危機還在說 目前發文的數量是越來越少 例如像我個人經驗之中 以前一個禮拜 可能會有二三十萬篇以上的發文出現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 上禮拜天到這裡 大概只有八萬天的文章 就代表產量是 不停的往下掉 那使用者也是以前 以前要上戰門的時候 甚至我還會需要不停的強說 我都可以登錄了 那現在就是 變複時間上戰門次 其實是好的 那 新的使用者 增加的速度 就像台灣的出生率一樣 是兩個人 然後就知道 老齡化也出現在PB的社群圖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希望 世主做一些改變 那再去下去的話 可能有一天天發文量 一整週變成四萬篇 兩萬篇之後 可能這時候就是 學分師的下跨 所以在這邊的話 還是會覺得說 做一些事情的話 擔心這個社群 所以我會消散 那這邊的話 所以就還是呼籲 早上在報告的時候 有發現 很多朋友都是鄉民 那希望是層次鄉民大家 可以來到 在今天能共筆之中 在這個 成果發表我旁邊的這個連結 點進去 可以看到這個表單 在這邊我還是希望 徵求更多更多的人 可以一起來參與 那這樣我們可能會是 以兩週或是一個月的頻率 然後來投資會議 然後來投 先從企劃上面來做思考 然後開出具體的需求 然後這時候來做 許多許多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是 邊開著有很多肯 然後繼續呼籲大家跳肯 沒有人上我們PTT了 所以我們來這邊找更多人 一起來上我們PTT 謝謝大家